现在我们来做一个SIGMA PRO里面的自定义回归函数 就是他在标准之内找不到 那这是一篇paper的一个heat decay 就是说热的这个衰减 然后这是一个核子反应乳 他这个的他希望的函数是说SIGMA I等于1到7 然后A is potential-t除以ti 那他的变数要找的有A AI跟ti 然后事实上那个AI已经ti他都有定义十了 二十五十 两百五百两千五千两万这个 所以要找AI 那我们这个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怎么去做的 首先我们必须要资料 我们必须要资料 然后这个是他做的在paper里面 首先我们要有资料 那我们这个资料呢 我们把它大概先画出来一下 我们把它画出来一下 大概是长这个样子 也就是一个衰减的这个样子 好 那我们先开始来看一下 如果我们这是一个很标准的 标准的A1 到T1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做这个的回归 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我们在这边 我们已经把它定义好了 定义好了 我们这是一个parameter 所以我们要选这一个 对不起 我们首先必须在这个资料这边 这样比较能够保证 然后在这里 就发现这是F是这个样子的 OK 好 那我们X我们必须要把它选好 就X然后Y就是Y 那这是第一个我们去做的回归 A1 那这边就跑出来了 那这是他的report A1T1这个并不神奇 他画出来的 他的这个结果 这结果大概要 要把它画比较标准一点 我们是0到12 这个你可能没有画到这个scale 可能要0到我们用负1到12好了 OK 这边就可以画得出来了 这是他里面连回归的一起画出来 我们先把这个给删掉 OK 这个是他产生出来回归的 这个是他产生出来回归的 我们也把它删掉 我们现在来先做一个比较简单的 我们的这一个是A1A2然后T1这有两个 然后这里面 事实上我们这里面只要去修改这一个就好 其他你这边都不用修改 然后这里面的initial你要给他一个 gast就猜想值 那这边你有constraint你要写在这边 一般都是大于等于小于这一些东西 其他就不用改 所以修改的是这一个给初始值给限制 那这一个变数这一个我们几乎都不用去管他 OK 如果是二维回归 那我们现在来开始 我们的 X是这样 那就是两个exponential的 然后球 那这就跑出来了 我们的report这也跑出来了 就他的方程式A1T1这个也都跑出来了 OK 这方程式 然后画出来的图 那这个回归的线我们可以去那边看一下 我们把这个回归线的弄出一下 然后我们用红色的 就会看得出来了 这样就比较清楚 好 那我们继续去做一个 这个回归 那我们这个回归主要是有 有这个7个的 到A7这一个 OK 所以我们这边一样 我们的 X 然后这个是Y 我们把它跑一下 这跑很久 这个结果是在这里 我们这个重做一遍 可能大家比较清楚 我们这次要把它删掉 再重做一次哦 然后 我们这一个的 有没有 A1到A7 这边有A1到A7 然后下面我们T1都把它固定值 然后我们开始 OK 那这些什么残杂值 你都可以把它放在这边 看你要不要 所以说反正就好玩的 全部把它放进来 那我们这边就把它画出来了 然后这Equation 这是它有的方程式 这是它的Equation OK 就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Equation 然后它的Report 报表在这里 那这个有高度的贡献性 也没办法 我就 跟这个Paper上个呼应一下 好 那我这一个的 展示 解释 到这里哦 谢谢